众所周知,范冰冰作为娱乐圈里没有背景和后台的女星,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,换来今天的成功,知名度和人气度在圈中都是排前的,她的成功我们也是有目共睹,当然不可否认,很多人对范冰冰这个人有偏见,网友觉得她是一个小孩。 心口不羁,有人说她是最贵花瓶,但实际上范冰冰真实人品到底如何呢?当初和范冰冰情同姐妹的张新宇就各自说出真相,她评价范冰冰独立一起真性行,张新宇也是前段时间才结婚,她的老公是一名保家卫国军人,作为军嫂的她,说出的话值得相信。 而听完张新宇对范冰冰的评价,很多网友立体纷纷表示张新宇说得很冻痕,说到独立和义气,那肯定是范冰冰自己在娱乐圈打拼赚钱,养活了自己爸妈妈和弟弟一大家子人的事情了。 真性情说的就是范冰冰在娱乐圈内说话非常的直白,不管完,有什么就说什么,这在当今娱乐圈非常难得,虽然说范冰冰之前是有黑历史,但是那都过去了,人总是要向前看的,生活也要重新开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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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